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呢 對 沒錯我今天是久違的 阿倫做料理系列 然後今天要教各位 大家來做什麼東西呢 其實很多人在 留學生在外面嘛 很常常會想要吃到一個 東西是什麼 就是水餃 對 沒錯 所以今天阿倫就要來教大家 要怎麼樣來 包水餃跟做水餃的餡 這邊就是今天所要用到的 全部的材料啦 然後我們有分 調味料類的跟我們的 食材類的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食材類的東西 首先我們因為要做水餃 要做那個豬肉餡 豬腳肉餡 我們準備了豬腳肉 然後我們今天 預計做大約50顆水餃 然後豬腳肉大概要準備 300至400克左右 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還有這個 這個是高麗菜 高麗菜我們大概要準備500克 500克至600克之間 左右的高麗菜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依照你個人的喜好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做水餃就是 把你喜歡的東西都混在一起就對了 對 然後大約準備500至600克 左右的高麗菜 還有這個 阿倫今天想要做兩種不同的口味 就是 就是除了高麗菜餡之外 還有做一個韭菜 韭菜味 韭菜餡的水餃 還有這個是薑 生薑 薑我們要把它磨成末 我們要一點點 然後加在肉裡面呢 會變得比較可以去腥味 跟增添一點風味 還有這個蒜 蒜頭我們也準備一些 另外我們還有準備這個蔥 蔥我們大概準備60克左右吧 嗯 好 這些呢 就是我們所會混到那個水餃裡面的 所有的材料 然後至於調味料部分呢 我們要準備一點點的醬油 一點點的香油 香麻油 還有一點點的 鹽 像鹽呢 我們大概準備6克的鹽 然後油 香麻油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準備 一樣6克 然後醬油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準備6克 就666 很好記有沒有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先來處理一下 這些食材吧 我們先來做那個水餃的肉餡 好 我們現在先來切高麗菜 高麗菜呢 我們要把它切成碎末 但是也不要切得太碎 這樣會沒有口感 我們先把菜洗一洗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菜切成碎末囉 開始 好 我們切完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 大家看 切完的高麗菜像這樣 然後我們等一下 我們現在要放一些 灑一些鹽在上面 然後把它放個大約10分鐘 左右讓它出水 要不然 因為高麗菜附有很多水分嘛 你這樣直接拿去包的話呢 就會 水餃會變得非常的 非常的水 對 會非常的 就是口感會變得很濕很黏不好 所以說我們要先 撒一點鹽在上面呢 然後讓這個高麗菜先出水喔 撒一點鹽 我們稍微抓一下 好 我們接下來就把它放個大約10分鐘左右 然後在等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先備其他的料 那我們先放到旁邊 好 接下來切蔥 我們切 所有切 所有東西呢 都是把它切成碎 碎碎的就好了 順便到 順便教大家 怎麼樣把這種 比較粗的蔥把它切碎 我們要先 把它 這樣切成幾條線 切了幾條線之後呢 再這樣切切切 就會變成很碎喔 那我們先來切給大家看看吧 像這樣子 切完之後它會有點像這樣 小開花一樣 然後後面是沒有斷掉的 再從旁邊這樣子 把它切 這樣就可以切出一定程度的那個蔥末了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把料都備齊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呢 這邊這一排是我們所要準備的調味料 然後各6克的 醬油跟鹽 還有這個是香油 然後中間的這一排呢 是蔥薑蒜 然後我們蔥呢 大概準備60克 其實大概 一到個人的喜好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的 這個是薑 薑的部分我們大概準備20克 20克前後的薑 主要是去腥跟增添風味用的 然後這個蒜頭 說到餃子當然不能夠 不加這個 不過當然也是有 如果有人不喜歡 你也可以不加這個 加這個之後 味道會比較香眼 好 然後因為我們還要做韭菜嘛 所以我們有把韭菜這個切稍微碎一點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混 分成兩種不同口味的水餃 然後最後呢就是這個 高麗菜 高麗菜我們切完之後 然後撒了鹽之後 我們等了大約10分鐘 這裡面大約有500克 500出頭克左右的高麗菜吧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加了鹽之後放了10分鐘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喔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下面 可以其實大家仔細看一下 它下面其實已經有在出水了有沒有 已經有出水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要把它這個高麗菜 的這個水呢把它擠掉 擠掉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放到另外一個容器裡面 我們把它水分呢 盡量的都把它去乾淨 這樣我們等一下吃水餃 包水餃子的時候呢 水餃煮起來才不會太過於濕 濕這樣子喔 那我們就先來 立高麗菜的水囉 水超多 看到在那邊擠出來的水有這麼多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來調我們的餡料囉 好 我們現在就來做餡料囉 我們首先先把這個 豬絞肉呢 我們先把它放到盆子裡面 豬肉剛放下去 因為它剛絞出來了嘛 就是所以說它是有點那種鬆鬆的感覺 我們要先加一點 剛才說的6克的 6克的鹽呢 把它加到這個豬肉餡裡面去 然後我們就稍微去把它抓一下 讓它稍微有點黏性 產生一點黏性 我們稍微捏了一下之後 會發現它其實是有點黏性的喔 我們再稍微再捏一下 好 我們稍微有點黏性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換加 把這個 醬油呢 加進去 醬油 然後要再稍微的搓揉一下 接下來加這個香油 把香油 6克的香油加進去 來仔細看一下這個肉其實是有黏性的 有一點黏性的感覺 會黏在手上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加一點水進去 好 我們先加一點點水 大約是30克至60克左右的水就可以囉 真的是一點點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加水呢 因為豬肉呢 就像這種生豬肉 它比較會吃水 對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點水 這樣到時候才不會太乾 應該吧 應該是這樣吧 好 醬油差不多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把高麗菜也加進去囉 我們剛剛已經脫水的高麗菜 我們把它加進去 那我們把它混均勻一點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把蒜頭跟薑 還有蔥呢 把它混進去 蔥 完成 這個就是我們要包的高麗菜水餃的 所有的餡在這裡啦 然後呢 大家有沒有忘記什麼啊 對 沒錯 就是我們後面還有一盆 這個 韭菜 對 沒錯 我們韭菜要一半做高麗菜水餃 一半做韭菜水餃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剛才做好的餡 分大概一半 大約分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高麗菜那邊給它多一點好了 因為韭菜加進去它量也會增加嘛 像這樣 就分成兩坨 兩坨之後呢 我們這邊這半坨呢 就拿來做韭菜水餃 然後這邊 這些呢 就把它留下來 用做一般的高麗菜水餃 就好囉 好 我們先把這半坨挖過來 然後把韭菜加進去 好 這邊呢 我們一樣也要把它拌 完成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韭菜水餃的餡 就是像這樣之後 有很多韭菜混在裡面 好 我們拌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包水餃囉 先把它放回來 放在這邊 各一半 這樣方便我們等一下來包 才不會兩個很大的盆子放在那邊 好的 我們現在內餡做完了 準備去包水餃囉 來 我們換個地方吧 好 我們現在就要來包水餃囉 來 我們現在教大家怎麼樣 簡單的包水餃 水餃的包法 首先呢 我們要先拿一片這個 餃子皮 對 然後因為 自己做餃子皮呢 比較花時間 所以阿倫今天是買那種現成的 好 然後假設我們現在先 用湯匙挖我們剛才的 所做好的這個餡 這個餡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中間 不要挖太多 不然可能會黏不起來 好 之後呢 我們先沾 這邊有準備一盆水嘛 我們要先沾水 沾水 然後我們畫半圓 就是一半 餃子皮的一半左右 這樣我們等一下才黏得起來 這樣起來 然後之後呢 我們先從邊邊開始 包 這邊先捏一下 然後這邊把它折起來 然後把它折起來 有沒有 然後我們邊折 然後邊推嘛 然後邊壓 你一隻手呢 把它推 然後另外一隻手把它壓 這樣我們就可以慢慢地把 餃子 包起來 好 最後再整一下 將將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一個水餃就包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再近距離 給大家包一顆看看 看看怎麼樣吧 我們先 拿餡料 不要太多 我們把它放在 那個皮的中間 把它放過來 OK 然後我們在外層呢 抹半圓 半圓的水 在餃子皮上 在邊邊就可以 這半邊 然後我們就把它準備包起來囉 然後呢 我們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包起來 有前後兩邊嘛 我們這一邊 這半邊呢 是完全不用去折它的 我們只折這半邊 前面這半邊就好了 先一開始先捏一下 然後折這邊 折起來 然後折起來 然後邊折呢 我們去邊 把那個 裡面的線呢 稍微整理一下 就用你的手指可以 稍微把它擠進 擠進去一點這樣 然後這樣子 慢慢的 把它一折一折的 把它 封起來的感覺 最後呢 我們再稍微整一下 就是這樣 像這樣子 一顆水餃 背面呢 就像這樣 很漂亮 它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 像元寶一樣的造型 好 好 現在阿倫把自己的水餃包完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阿倫的朋友們所包起來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呢 這個呢 應該算是一般外面冷凍水餃 會做的大概是像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煮水餃囉 好 那我們現在水滾了 我們要來煮水餃囉 好 我們把剛才包的水餃放下去 耶 好 我們滾到了一定程度之後呢 我們可以加這個冰水進去 讓它那個收縮 熱脹冷縮 收縮一下 這樣子皮會比較Q 水餃煮好了 沒錯 我們現在等一下 再稍微等它涼一點點呢 再吃會更加的Q彈喔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再來吃吃看吧 好 我們煮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吧 我們這個水餃到底好不好吃 いただきます 沒錯 那這樣你把水餃稍微放一下之後呢 它的皮會變得非常非常的Q 好吃 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這個 這個在家裡面自己做水餃的一個簡單的影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阿倫就覺得他其實麻煩的地方 就麻煩在備料的時候 因為你要切什麼都要切很細 那邊是稍微麻煩一點 不過 你把料都備好之後呢 其實其他的都還算還滿OK的 所以不會太難 對 所以如果你們以後 放假在家如果有點時間的話 你可以試試挑戰看看 在家裡面自己包水餃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 Channel 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 Channel 只要是跟各位大家介紹 阿倫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然後呢好像今天是 阿倫在外地求學的時候 所莫名其妙學會的一些料理的 一些經驗的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來追蹤阿倫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呢這邊是阿倫的Facebook粉絲頁 跟阿倫的Instagram 有興趣的人幫你追蹤一下阿倫喔 還有呢這兩邊 左邊跟右邊 那這兩邊是阿倫其他影片 有興趣的人幫我們點進來看看 所以就麻煩大家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在外地可以吃到家鄉味 真的太感動啦 好吃 好可愛喔